美国科学家最近成功地以一颗已经停止跳动的实验鼠心脏为框架,培育出了一颗重新开始砰砰跳动的活体心脏,这意味着人类离定制器官的梦想又进了一步。 据新一期《自然科学》杂志介绍,美国名利苏达达学的科学家们首先从一只死亡的实验鼠身上取出了一颗完整的心脏。 在完整保留心脏基本的胶原结构并去除不需要的细胞之后,科学家们向其中注入了从新生鼠体内提取的完全发育的细胞,提供养分让其生长。 同时科学家们还使用了一台起泊器,让心脏充满液体,以模仿血压。 结果四天之后,这颗心脏开始出现收缩,八天之后开始砰砰跳动。 据悉,这是首次在生物体外用组织培养出完整器官,意义重大。 不过也有科学家对此表示谨慎的态度,认为还是要对心心脏的功能进行观察和检验。 泰勒教授本人也承认,要把这种技术应用于临床治疗还维持上升。